大家好,歡迎收看8月19日私基金的中午直播 我是豪德 雖然今早9日風球,仍然無損投資上的熱誠 不過其實開玩笑 因為今早港股沒有開市 不過A股仍然開市 所以我們都很努力為大家工作 好了,講一下今早市 今早已經停止了,不過因為我們已經除了風球 所以1點半港股都會開市 今早A股留意一下 其實科技、醫療、保險都偏弱 所以港股開市大家都要留意一下 不過值得提一提,其實就是我們其中一隻股票 好了,就是這個順豐 如果大家有參考到我們的私基金 7月份的十大持股都有公告過 今早股價都不錯,升了差不多4-5% 原因是因為7月份公做了最新的數字 其實它的turnover revenue 升了30% 其實背後的量其實還差 應該升了七成 相對於整個物流行業來說 升了三成多,其實它在亂市之中 繼續去賺了一些所謂的market share 順便可以提一提 是的,我昨天去了新financial 威言大意 威威的一個財經節目 裏面有跟施永青、施老闆 一起說一下施基金的雲觀的看法 以及一些我們十大持股的個別股票 我會跟大家說一下,比較深入一點 因為我知道近期大家都喜歡聽聽過股分析 裏面可以劇透一點 我們就說了拼多多、寧德時代和順豐 明天的節目應該播出 到時大家記得要支持一下施基金 支持一下威威的節目 另外可以說一下昨天的美股 其實美股仍然熬了幾天的rotation 似乎這個跡象越來越明顯 因為科技股的NASDAQ 開始跑回旺一點,連金也升回 背後的圖像我之前那幾天都解釋了 希望這個風暴已經過去了 其實很多ADR都關閉很多 當然大家知道京東剛剛出了業績 港股因為現在有上升 所以大家留意多了 這兩天都差不多由62元回到70元 兩天升了10幾% 應該是破了頂 市值應該剛剛超越了拼多多 我們也有的 因為京東出了第二季的數目 發覺電商行業在第二季的增長實在令人覺得興奮 所以連大拼多多都抽起 因為大家知道拼多多這幾天跟Tesla在吵架 Tesla說不准拼多多買他的車 最後怎樣收貨呢 我拭目以待 希望不要相和氣 因為兩間都是我們持股 另一隻 我們之前有提及過剛剛上市的貝殼走房 他的銷售是B-E-K-E-U-S 連升了幾天都頗厲害 第一天上市已經升了20元上市 現在是40元 你見到其實它的勢頭頗厲害 因為這隻股票是頗特別的 因為大家知道這個是做房地產中介 所以我專門問施永青絲老闆他怎樣看 當然他不評論別人的股價 不過他也說過這間公司實際上的競爭力不差 所以值得長期留意 還有可以跟大家說一下幾多有趣的數字 例如他上半年賣樓的總成交量 雖然他是所謂中介代理 他可能純粹是一單交易當中抽一個比較小的份額 不過其實他經他們平台處理所謂的GMV 交易量是1.3萬億 你想到都覺得恐怖 如果用這個GMV來算 基本上他是僅適於淘寶 第二大互聯網交易商 我想到的數字都覺得恐怖 我昨天答應了要多說一些股票 其中一個朋友問關於阿里健康 其實這段時間多人問 如果看圖資 今年上半年就很厲害 是威是小 百多元衝到上去 二十多元 這段時間7月8月已經立了 不過我先說一件事 其實這段時間不僅是他立了 很多股票 其實你隨便按出來都是差不多的 就說這隻是241 你按一隻 騰訊可能出來都是差不多的 我試試一下 因為其實都是某程度 整個資金在板塊的轉移 其實都頗明顯 主宰住多於公司 你見到白色藍色 這個陰陽燭就是241 綠色線就是騰訊 其實去到的股價差不多走 所以不要太擔心 你見到他這段時間不太動 騰訊這段時間也差不多 不太動 不過我除了講股價的圖 講多一點關於我這間公司的想法 第一,網上醫療這件事 其實現在做得比較大 當然我覺得阿里健康做得比較有競爭力 但其實同時間都不是沒有競爭 例如大家知道有133 平安好醫生 除了平安好醫生 還有百度健康、微醫、京東Health 大家之前可能不是很多接觸 不過如果昨天有看到京東的業績 特別有提及JD Health 其實近期都跟Hillhouse有些合作 你看到整個行業本身都頗豐盛 但其實我想講一個重點 這些公司本身就不是單打個別競爭和分析 其實因為背後全部都有一個很明顯的現象 就是背後背靠一個新大系統或者一個集團 師妹那些都有他們的所謂一個Edge 例如平安好醫生 當然他的設入點就是保險和醫療 很多醫療保險 醫療開支是CAM保險 兩者是有很多接合的 百度又比較特別 他用搜索這個概念去做這件事 但很明顯就是阿里和京東 就是用本身電商的流量去撐起 所謂互聯網健康的板塊 阿里其實在這麽多個裏面做得比較好 原因就是他會靠Ibaba、淘寶、天貓、零售 變成他在整個生態系統裏面 他的流量的導入是很厲害的 兼且他還有支付寶 支付寶就是上市 因為遲些買金服上 但你會見到其實他相對其他競爭對手 其實他真的做得是一個先天優勢 因為他媽媽就是阿里爸爸 這個先說了行業裏面 為何我覺得241是相對其他會做得好些 但整個行業的前景 我覺得真的都可以說一下 因為始終我覺得 現在看到這幾隻 即上映這兩隻 已經在其他公司看下透露了的 互聯網健康板塊 大部份他們在做一件事 其實就不是很互聯網健康 其實是在做一個電商 即是你都要賣藥 但是由純粹賣藥 由電商專化到 接下來你可以想像到 其實真的可以很多的診診服務 就可以出現 其實可能現在你說241 可能八九成的生意都是賣藥 即是真的透過互聯網看醫生 第一就開始了不太久 而且都是很簡單的 主要原因 其實因為以往 其實大陸的政策 就不太鼓勵網上診診 先不要說用AI去診診 即網上的人去診診 都不太鼓勵 但其實過去一兩年 國家的政策又轉變了 甚至乎你見到最近今年 伊保的政策 都可以包含一些互聯網診診 你見到國家的政策開始轉變 其實整個行業的需求服供應 都一直在變化 再加上來大家知道 如果大家近一兩年很關心 這個醫療板塊 其實降價降費都是一個主軸 互聯網健康這件事 某程度能夠撤合到 你不用實在這麼貴的看醫生 可能慢性疫症要覆診等等 如果透過網上去做 是否整個成本效益要高些 這件事我覺得是在這一刻 其實暫時都未體現出來 第二件事就是 就算你現在做得比較重要 你說做藥品的電商 但過往其實都是做一些很簡單的事情 例如你做賣隱形眼鏡 賣一些浸腳的藥 但都是一些不是很重要的醫療產品 但近年其實開始 尤其是國內開始令到儲方藥 可以在互聯網上去銷售等等 其實是開拓了一個很重要的商機 因為如果你那些普通保健的東西 其實你不一定不是那麼重要 但大部分的真正儲方藥 是那些所謂低頻降稅 即低頻率 你如果真的要用的時間 你不能選擇你都要用 其實這個變化就令到整個互聯網上 買藥的品種 比如一個重要性是提高 亦都會令到醫療性會加強 第三個前景真的為何要看得好些 始終是你看到整個醫 即大家都有這樣的經驗 希望大家沒有長期病患 但大家總是有病 例如有一個病人去找一個醫生 再去到你的醫療保險 整個過程和系統和藥的追溯等等 其實本身就是一個複雜的事 例如病歷又怎樣處理 這個我們傳統的有病 就是在家旁邊看醫生 慢慢建立到一個平台上的慣性 你用的藥、病歷等等 其實都是在互聯網的世界裏 其實很多數碼化之後 其實是會有一個很大的習慣的演變 尤其是今年疫情 你發覺你買藥、拿藥、覆診 都很危險 你不想去醫院、不想去診所 很多東西其實大家的消費習慣 體驗轉換了之後 其實對互聯網買藥和看醫生 整體來說互聯網大健康的概念 其實是挺有大的推進 當然去到現實一點的問題 就是你看一下 現在的公司市值到達差不多2千多億 不過最新賺的都是賺到2億 如果單單在PE當然是貴的 不過你亦可以想想一件事 當然新經濟股全部都是貴的 但你可以比較一下 譬如說現在阿里健康 GNV都是八百多億 你看傳統賣藥的 各藥 他們本身賣藥都是3千多億 你看到阿里健康這些 即是很visualized的生意增長 其實就是搶奪固有的傳統賣藥公司 所以其實你要明白它高增長 高估值的投資概念 當然問題是短線是否好呢 因為這些必定是錯上錯落的比較多 但如果真的很短線看 其實近兩三個月大家最關心 就是去做了兩種placement 六月就是雲峰做了一次 七月就是公司自己的新股做了一次 不過你看到它兩次的價錢都差不多 20元 所以你看到近期都收到這些位 所以我覺得這間公司 你問我 長期的investment merit 就必然有了 短線我都覺得其實都算硬成 所以其實這一下我也沒有特別的動作 繼續坐在這裏 當然前提就是要便宜買 不要太高追 如果未有的朋友 我覺得用我一般的說法 價位其實是適合的 看個時機何時到 你就可以所謂零買當頭起了 今天講了很多 不過不知道合不合大家的口味 最後留一點時間 講一下Facebook和YouTube的問題 我見近期的朋友幾個都說 很多謝我們 其實要多謝我的同事 因為我一向就要講 不過最近就抓他們一起講 他們都很開心 看到大家真的認同了他們的努力 我打算多抓Ada、Kelvin、其他同事 大家多講一些 因為反正我們平時做了很多功夫 不過就免得太悶不講 不過如果大家喜歡我們講 我們就多講一些 唯一一個問題 就問一下Majer 很喜歡問我Tesla 其實我講過很多次 不特別重複 不過今天可以講一下 Tesla有什麼特別的東西呢? 第一就是最近他們出了一個芯片 不知道大家知道嗎? 例如去Bombocom有一個新的芯片 七個Ninometer 叫做HPC的芯片 即是它的車是自動駕駛 自動駕駛 其實它的芯片都是他們自己研發的 最新是去到第四代 都很厲害 當然現在每個人都講芯片 和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Tesla也有做芯片 不過不是自己做 是Bombocom會做 另外你真的要想想 Tesla升到現在很厲害 昨晚升到1900元 幸好之前我們1700元沽完 1500元買回 少許 不要當我這麼神級操作 我之前也提過 要做表現都很好 我覺得真的要特別留意Tesla 就是接下來是Battery Day 因為疫情關係 改了期間 應該是9月22日 其實現在大家都很關心 一件事就是Tesla 其實它有個意欲是自己做Battery 當然它之前買過Maswell 亦都很吹風說過很多 例如會否在大陸和零德時代的合作當中 會有一些無辜電池 現在最新製造DBE Dry Battery Electro 那些會不會對整個生產 以及接下來出的車的電池 因為電池一旦提升了 可能續航距離等等 車的重量 電池壽命都有很大的關連性 其實大家都很拭目以待 所以如果你問Tesla 接下來有什麼要特別留意 就是留意他9月出的電池 會有什麼大的突破 OK 好 接著一回答YouTube上的問題 就問問Maiway 300760 300760當然是最大的醫療設備供應商 其實現在大量採購亦都由純粹藥品去到這些設備 消耗本器都有影響 不過暫時我看到很多都是眼科的用品 這些關節的用品 這些消耗性比較強些的用品就多些了 至於Maiway始終是比較大的 例如醫院裏面的設備 暫時未有特別新聞 不過我們自己都很密切留意 尤其是整個版塊 由於接下來的藥品的打油採購 還有醫保其實也有些改變 其實都要做得比較貼 不過如果有些特別的資訊 我再個別分 在直播節目裏面跟大家分享一下 下一個問題問得挺好的 關於大家知道我們有2013微盟 另一隻大家都知道8083有賺 兩隻其實大家都有很多人比較 我們先說2013我們有的 8083很不幸地我們沒有的 雖然其實如果看股價是差不多的 我先拿來看看 如果我記得其實他們都沒有分別 如果說股價計 今年其實是一樣的 2013就是白色線 這個8083中國有賺 就是紅的橙橙的這條線 今年大概都要升了兩乘以後兩乘三 一開始其實大家有些分別 大家一開始覺得2013好些 8083是白仔的 創板又不太好 不過其實至於現在大家覺得 8083的SAAS的 portion是多些 不過好像在margin是弱些少 2013上半年就因為有個散庫事件 其實兩個我都心大心小的 尤其是8083還有少許披紋 這個我不如留給我同事 明天和大家詳細地交代一下 好嗎? 這個其實我都沒有一個很重 當然最簡單的兩邊都細注 因為他都很濕 不過如果你真的深入分析 8083和2013 給我少許時間 明天找同事回答一回答 OK 2692382說得很好 大家記住多讚多些 Calvin和Ada 因為他們很害羞 你們不讚他 他們不出來說 PD-1即單卻約對 沒錯 一個中文一個英文 最後一條問題 不過很難回答 知不知哪種藥苗股最終會跑出 中國、美國都有 其實德國都有 投資者怎樣買 先回答這個問題 比較容易回答 其實現在世衛也有說過 其實有六至八款 我這裡有一個圖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如果真是 這個當時John So 他發給我的 如果美股就是Moderna 和BioNet BioNet其實是德國公司 也是美國的上市 還有這個 如果中國相關 有一個叫Casino 我不說 大家都知道 炒得都出煙 回到A股 比如復星 復星不是自己做碰 是碰它夾的 這裡很技術 在醫學上 如何比較疫苗 看看紅色的數目 基本上 一般人的理解很簡單 其實中國的疫苗是否不行 不是不行 不過哪個的藥效更厲害 當然是不喜歡也要說 Moderna BioNet的那些真的更厲害 問題是甚麼呢 先不提及效力 首先 就算出來了 究竟可以賣多少錢 現在市場上高的理解 可能60至80美元一劑 但問題是在國內和國外 可能很不同 例如你見到美國政府也開始和疫苗廠簽約 優惠益 國內 你想想 如果Casino做到疫苗出來 是否真的賣到錢 是否可以發到國難財 其實都是難度 假設你成功推出 因為大家全部都去到第三期 有些歐天 但現在全部都去到第三期 早兩天 Casino出賣 拿專利 如無以外 今年年底一定有第一二隻 以現在的時間表 問題是你收不收到錢 會否純粹是為國捐軀 這些國內相關的 因為你知道我們國內 也有很多政策上的考慮 所以如果你純粹說 從商業利益上高 某程度 可能你買Moderna Barnetic 這些中國以外公司 就沒有這樣的風險 可能有機會 外國賣一支疫苗40元 我們大陸賣40元 很多人民幣都不出奇 這個究竟如何定價 國內就比較難 但這些外國公司 全世界這樣賣 可能不需要鑑平鑑賤 自由市場 如果純粹從投資的角度要考慮 但就算你願意買外國的好些 例如我按Moderna的股價圖 其實整件事又不是那麼簡單 因為今年年初開始說 當時都沒有那麼成熟 他們在研究中 其實股價已經由十幾元 就沖到80元 這間公司之前其實沒有盈利 沒有什麼成交 其實人家年初已經可以沖進去 到現在反而最近疫苗的 progress 開始比較明朗化 股價已經回落 之後再出的時間會不會那麼好些 其實你要明白 其實某程度市場都很快 不可能會有所謂的價值 但如果你想了解一下 就可以說這個比較大路的名字 即是一般基金經理想會回答你 第二個問題其實很難 如果回復生活 經濟重啟 是否會翻山 但我自己覺得 因為那個題目都很大 我很難一次回答 不過我覺得肯定沒有以前那麼差 其實你見到這兩個禮拜的 Votations 沒有程度都在價值 有些板塊要留意 我之前說過 當然我自己的偏好都是新經濟 科技醫療 你覺得舊經濟翻山 有一些有質素的消費股 我們都有提過 譬如我們還有一些樓台 還有之前我們年中有說的海天味業等等 都可以做得好 甚至乎之前兩天說的 運動服裝品牌2020等等 其實整體的經濟好 這些消費股都會受惠 他又不是單單只是炒一個復甦 你長期都有些投資價值 新經濟股會不會進行 短期一定有 我曾經說過 希望這一轉已經完結了 會不會換馬呢? 其實我短線的基金 當然會換馬更快 近期我見到外面的部署 都覺得有些畏高 新經濟股有些少少減少 不過我自己的長期看法都是 譬如說 這些新經濟股當然要控制駐馬 和要嚴守止蝕 但你才會看到五年十年之後 究竟那些公司是否比今天更加壯大 我覺得十年之後都是新經濟 當然他們有一定的優質率 但整體而言應該直播率是高 好 今天說了25分鐘 OK 大家多給我們一些意見 我知道近期大家對我們的過股分析 比較有興趣 所以我專門花多一點時間 和大家分享一下 有些未答完的問題 我答應大家 明天會繼續解答大家 記住留意一下明天威言大意的節目 我裡面有講到很多深水瓶 我平時沒有講的投資分析 我們明天再見 謝謝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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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